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I draw my day 银河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陳樂榮 今天訪問是一位很優秀的二人組的新團體 叫做暗黑白禮夫妻 大家好 我們是暗黑白禮階級 我是主唱子萱 我是吉他手周月成 兩位好 兩位白禮階級好 暗黑的白禮階級 剛剛這個名稱就很特別 誰取的? 他本人 原來就有暗黑兩個字嗎 其實白禮階級就是一般的上班族 我想說加入暗黑 其實像很多的電玩 或是在日本很多喜歡看暗黑的名字 把這兩個鬥在一起的話 其實有一個趣味型 所以你是白禮階級 我是一般的上班族 在哪上班? 跟他透露一下 其實也是電視的從業人員 不能透露嗎? 也是可以 跟母語有關係的電視從業人 你精通兩種母語 這到底是哪一種母語? 大家要拆開它 主要是在做客家的電視節目 客家電視節目 我是幕後的 對我是幕後的執行工作人員 那這位不是白禮階級 是專職的音樂人 對 比較自由的樂手 然後也有教吉他嗎 有 兩位是朋友嗎? 白禮 我們不是朋友了 我們 上個節目就不是朋友了 我從高中就認識 高中學長學弟 他是學長我是學弟 所以 阿KEN是 你是學長 是 哪一個學校? 新竹的 竹北高中 竹北高中 就高一屆而已嗎? 對 所以學校的時候怎麼樣他 怎麼認識的 你就覺得他很優秀嗎? 他很優秀啊 可是我覺得他很優秀 一直黏著他到現在 因為我那時候 覺得他吉他彈得很好 對非常熱情 我們同一個社團 就是熱音社 是 然後他是學弟 我把他選進來這樣 可是後來陸陸續續 應該就有點分道揚鑣了嘛 因為在這一路上 就是以前做音樂的朋友 就慢慢的就越來越少了 就去做白領或藍領 白領啊 藍領啊 或是做醫師啦 什麼都有 那就算我們兩個 對音樂還是一直很堅持 就是很喜歡音樂 然後一直做音樂 可是比起來 Ken應該 比你更執著一點嘛 但我心中的熱愛 是沒有被交習過 其實應該我沒有別的專長 沒辦法做別的 所以你後來最高學歷念到哪裡? 就大學 念士興 士興嘛 所以有別的專長嗎? 但是那個 就是畢業了我也不知道 內容是什麼 對 就是我學的內容 不是很熟悉 就是因為我都在練吉他 或是 就是在大學就已經是在教課什麼的 所以就 對學校的 課業是沒有好 就很陌生的 因為我可以 我有幫你的職業想到一個很好的資稱 到底什麼事? 叫做爵士療育師 喔 說得好 對 你都用爵士音樂啊 做音樂 然後去治療別人的心情這樣 但是那個療不是療起來 他慾望很癒 不是療癒 不是那個療癒 我可以做音效嗎? 好壞喔 子學很壞喔 好像感覺他有拿著吉他騙學妹的嫌疑 對不對 他就是跟著他騙吃騙吃 是是是 對對對 這次有一個跟吃有關係的歌 我蠻喜歡的 喔 假啦 吃人夠夠 也跟吃有關係 跟老闆吃我們有關係 是 跟某電視台吃你有關係 那個 不是電視台 很多地方都有老闆嘛 寫大家的心聲 其實都一樣就對了 大家的心聲 可是這裡面為什麼出現一位老人與你們搭配呢 黃玲玉老師 一位前輩 一位前輩 為何 因為我覺得這種 唱這個歌 因為這首歌是需要一點點閩南語的那種 所以那時候 我之前跟黃玲玉老師就是我們 從小就喜歡聽新鮑島康樂隊的歌 那後來我們 他離開很久了 對後來又再回去 後來就 跟他有一點 就認識 然後後來常常聊天嘛 我們就說 一個我們 這樣專輯想請你做一個 像製作協力的顧問這樣 那後來就想說 這首歌就跟他合唱 因為他常唱歌的那個語氣就 這樣子 我馬上就想到他 有種老闆的Fu嗎 對對對 好像他也是被欺壓 被壓抑的 對對對 那今天他不在 你們可以唱嗎 可以 我們來一段好了 吃人夠夠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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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 1 3 1 3 1 2 3 1 2 4 1 2 1 2 3 2 3 1 3 2 3 其实后面还有一段是 原来语 不是还有那个完美特务 完美特务 贼 对对对对 一点点谐音被大家发现 就是说完美特务 贼叫你做也是要做 老板叫你做 叫你做也是要做 是啊 我感觉我们吉他手 周月城嘛 好像比较没有这份的感同身受 看来你的生活过得相当的 没有被压破压榨 是这样吗 也是偶尔有啊 偶尔有 有一些做表演的业主 而且我有在一些饭店上班 就是当月的时候 真的 所以常常也有很客人 是很奇妙的客人 你就看到酒客的狂态 对唱Lady Gaga 其实透用李安讲了一句话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头家的 是这样 他真的 就是这样 我发现直接很喜欢 篡改人家的迷言耶 很厉害 所以你通常都逆来顺受吗 我看你的个性有点平和 其实就是还在修炼啊 就是有一部分的我是比较急躁 然后比较 真的啊 对做事比较急的 所以你们两个音乐上是通常是就只宣作曲 做词作曲 对然后阿KEN会帮我们把整个音乐的编曲做得很完整的 所以全部都是他编的 对 对 为什么 你不能编吗 我也可以编 但是合作嘛 大家要有一点点不同的火花 是这样子 所以 而且阿KEN的编曲的方式跟我会绝对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人家去美国学了一年 对 他吃过羊末水 来介绍一下 是 你说我在求学的 就是在前年 就是2011年的时候 去了佛罗里达 佛罗里达 那个Player School of Music 念了爵士音乐 然后12年回来 然后拿到了一个很不错的成绩 对就是用一年的时间 就是拿到两年的文凭 大家在跨年我在那边练吉他 所以真的是很爱就对了 就对一方面 因为就是 这是很难得的机会 家里不是非常富裕 然后我们很把握这个机会 我就是在那边很努力 是 家里不是很富裕 那到底怎么去的呢 就是有存一些钱 有借一些钱 现在还 差不多都快还完了 有跟子轩借吗 没有 没有 人家时候没有想到 都借小条的 因为那时候我也在跟人家借 好 所以其实取名爱黑白 我相信一定就跟某些学生团的 所思所感会不太一样 对不对 毕竟也入了社会一阵子 所以子轩那时候 写歌也是零零星星写的 对不对 也并不是彻底为了组团做才开始写的 其实一开始有一些些概念 就是一直 因为以前写国语的歌曲比较多 然后后来 卖给比较流行的歌手 对对对 以前但是后来其实 因为工作的关系 接触语言的东西又更深了 然后常常就在想说 因为我爸爸是闽南人嘛 妈妈是客家人 那接触语言 爸爸是外省人 江西人 妈妈是本省人 OK 所以因为接触语言的关系 所以就想说 因为我们从前的生长环境 在新竹这个地方是 其实很多语言 很多语言 像我家里我爸爸也会客家话讲很好 那我们以前在念书的时候 阿根他不是客家人 可是他课语也OK 真的 也会讲 因为同学太多会讲了 讲的不是很顺 但是听了关键字都听得懂 因为以前在念书的时候 大家都会用母语来讲秘密嘛 他们就慢慢的要开始解密 后来我们都听得懂 所以大家都会 所以以前在新竹这个环境就是 这个母语其实是在同学之间 也是流传很通畅的 那后来到出社会以后 常常想起家乡的一些事情 觉得 其实用母语来唱是最顺的 这样听起来 在你们中学时代 就大家相处 蛮没有省级仇恨的耶 其实没有耶 我们的年代 应该比较没有了 真的蛮棒的 对对对对 而且大家都会教一些 五四三的语言的东西啊 然后大家就会 互相交流 对这个真的就从那边 开始学到的很多 我感觉紫薛平常一定是个很 很会开玩笑的人 对很会开人家玩笑 很爱打屁的人 哈哈哈哈 有一种电视人的油嘴滑声 真的吗 对 有点忽知欲出 哈哈 但我当初听到 黑白眼阶级这首当中的时候 我觉得 我有听到一种 纯樸的feel 对 当初其实就是想要设定 就是一个民谣的感觉 对对对 就是让大家去淡淡的去回忆起 以前的那样的 好的时光 其实我们平常这样子 好的时光 嘻嘻闹闹 嘻嘻闹闹打打闹闹 可是我们在专期里面讲的事情 其实是很认真很严肃的 或是很 我觉得有点严肃啦 对很细腻的在讲以前的故事 我们要听一下那个 算是以前得过奖的歌嘛 对不对 对 我连念都不会念 山顶碧利角 对 山顶碧利角 山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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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 巴拉钩 巴拉钩 是什么意思 山顶碧利角它其实讲的就是 其实是一个客家的礼语 嗯 客家礼语就是 碧利角就是一个山凹 一个山凹 对所以 通常在山顶的又一个凹的地方 就是几乎没人去得了的地方 所以以前这个礼语就是在讲说 荒郊野外的地方 而且你把它 衍生为就是一种人生的一种 找人走的路径 对对对对对 后来有一段时间很 自己很喜欢去山上 然后找灵感啊 找或是一些放松的时候 喜欢去在新竹 尖石啊 这种很高的地方 尖石厢 对对对对 然后我妈常常就说 欸你怎么老爱去这些 山档比较高的地方 我说那边就是一个 那个 梦想的一个延续嘛 然后放松的时候 梦想基地 对对对 你去那边去 培养一些自己的灵感啊 或是 跟山做一些心灵上的交流 你为什么讲正经的时候 我一直感觉有一种 我自己也很想笑 终意标出来 你这是很不诚恳的 不不不不 真的真的真的 不是你的诚恳 需要用加倍的力气 才能够让大家感受出来 对不对 对对 还都会误会你 我下次真的讲正经的事情 我就用那个 圣族主播 用课语讲 用课语讲才会有 用合卫的功法来讲这样 就会诚恳 就诚恳 所以专辑唱起来特别的 有古朴感 古朴感 还举圣族 还举圣族 我可以喔 我做得到的 你要模仿他 我行啊 好来的 究竟这集乐容歌 会不会被 阿肯与子轩 这对暗黑白领阶级的 一言一行 而弄到疯掉呢 我觉得太强了 看下去 又变成沈玉琳了 不像 不像 我觉得没有很像 我觉得我的配乐也不太像 我一直在弹蓝色蜘蛛玩那个 登登登 登登 不够悬疑 不够悬疑 只有吉他人不太行 那我们来听这个 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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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不敢感受 下載、分享 是拿幾首 三頂碧莉角 然後過去 還有無知 還有一首叫萌萌 了解 講到過去 其實它也是一個得獎作品 對 而且是另外一個母語 而且是當年我們剛剛唱的 同一個組 同一個同界 但是不同組 都拿到錢了 對 都拿到獎 也有拿到錢嗎 也有拿到錢 你為什麼要迴避這件事情 講到錢就有點傷感情 不會啊 不好意思 所以那一年你們算大出風頭 算是大 大出風頭 大大的受到大家的肯定 還有另外一個獎 現場演出 對 最佳的現場演出 你們打敗了誰 你們打敗 你當心目中的勁敵是誰 當年心目中很多 因為當年在客語組 其實有很多很強的 甚至說像曾亞軍 都曾經拿過金曲獎的 然後劉榮昌 都有在那一組 對都在那一組 那很高興的就是我們 你們現場 對 比他們好 運氣好了 運氣好了 大家成這樣這樣子 我們就不小心就踏過了他們 上去那一組 本來一句好好謙虛的話 怎麼變成這樣 我只是想說 不要踩嘛 就踏 跨過去他們這樣子 怎麼好好一句謙虛的話 我會這樣 愛運 關靈之 都是前輩 是 還有一個什麼 劉榮昌 沒有啦沒有 沒有啦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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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東啊 東東哥 他們在那裡好像是評審 沒有啦沒有啦 不是不是不是 所以我感覺你做音樂做的蠻快樂 其實是有別的薪水的關係嘛對不對 所以對這一張的承辦沒有很大的寄望 不不不不也不能這麼說 我其實還是很希望可以一戰成名 一戰成名 但我一直覺得 我從來沒聽過獨立樂團這樣講的喔 那再兩戰也可以 兩戰也可以 再一戰天后 下一戰成名 下一戰天后 兩戰 也不是這麼說 其實我覺得做音樂 像很多人 我覺得蠻可惜的是 有的人他因為現實的關係 他就放棄了 音樂 很多人他一出了社會 然後就因為工作的關係 他就沒有辦法再繼續做音樂 然後就放棄了做音樂的這個夢想 那我覺得像我們有工作 然後 其實我覺得做音樂 就跟很多人喜歡玩別的東西一樣 比如說玩車啦 有人喜歡運動啦 有人喜歡收集模型 那我們就是喜歡做音樂 那我覺得不管是不是在 行有餘利 是不是有錢 或者是有沒有時間 我都我們都會ㄍ下去 一直做新的歌曲 好 我要聽一首比較輕快的歌 你猜 阿歐嗎 對 你怎麼知道 我還蠻喜歡這首的 可是這首詞很特別 因為他 他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主旗 很生活的 非常生活化的 庶民生活 好像走到哪 突然就 唱到哪的一個小情懷 對不對 那這首歌 其實 阿歐這個詞在客家 有意思啊 其實就是一個巴語詞 就像嘻哈的這個 YO YO 它是沒有意思的 那在客家 尤其是像新竹 我們講海陸槍客語的 你們一見面就很 阿歐啊 對我的叔伯他們 阿歐 他們只要 對什麼事情 開始要有一個 對對 好像要走路沒有一個 扶一個東西 走不了路 這樣 真的嗎 你有聽過嗎 有啊 滿長的 對啊 他會這樣講嗎 他們在同學就班上 大家都會 好像不會 好像是某一個區塊的 老一輩的 老一輩的 比較會 某一個區塊的 年輕人已經盡量 避開這樣子的 那個鄉土改 哈哈哈 你不是要保留 那個 所以我把它變成歌曲 家鄉味 對 家鄉味 是 好 所以我們來聽一段 好了 好 這裡面的確出現了 那個什麼 淑婆 淑婆 其實其實 你出賣了她 淑婆 這首歌是來自我淑婆 因為我媽媽 那真名是她嗎 阿玉田是我外婆 我外婆 我想要把這兩個人 組合在一起 對 成為一個新的角色 新的角色 呵呵呵 你說像葉惠美嗎 這是 葉惠美是真實人物這樣子 對對對 玉田也是真實人物 我不是嗎 玉田是真實人物 是我 是我外婆 對對對 葉惠美是周媽媽嗎 周媽媽 對對對 然後 因為外婆 現在有點失智啦 有時候常常在歌曲裡面 有點像紀念她 對 唱一點名 她自己的名字 讓她聽看看 她常常在現場 她有聽到這一章嗎 有有有 我們上次在外面表演的時候 她也會來聽 你不說外婆已經 是俗婆 俗婆走了 俗婆 但是外婆還在 就是我的自己的外婆 OK 然後外婆失智了 然後但是叫到她名字 她會 欸 怎麼會有人 怎麼會有人念到我的名字 然後就 欸眼睛一亮 但是她記憶不好 我唱完以後再問她 她說 有嗎 她又忘了 這樣 對 所以這首歌是一個客家的發語詞 好 來聽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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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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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趣的歌 其實還調侃一下這一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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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主人嘛 對不對 就是她在那邊東聊西聊 就有點 因為常常有時候 七嘴八舌就忘了該做事了 以前以前我媽媽就是 到我現在這個年紀的時候 媽媽還是會常常回去俗婆那邊 在俗婆還在種菜 媽媽常會去那邊玩那個真實版的開心老場這樣 喔 去摘菜 然後她一看到我媽媽 那會討人家的嗎 那她都正大光明的去哪 呵呵 然後她就會就會說 欸她遠遠看就說 啊喔喔喔喔喔 她就會一直想說遠遠看這是誰這樣 老人家又畸心不好 啊私利也不好 然後就說 喔喔喔喔 然後她就這樣子 會發出 會會會 啊很有意思 我就有時候在旁邊 感覺有一種 很有節奏感 我覺得這是客家人特有的一個節奏感 喔喔 好那我因為我們時間開始我們只能再問最後一個很奇特的歌名 是 Moga Moga Mo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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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在客語的意思就是不知所措 不知所措 其實她的 有這麼文藝嗎 她的漢字其實是無格無煞 無格 就是那個沒有格嗎 對 無煞呢 對無煞就是 無煞其實那個 哪個煞 煞好像是那個煞車的煞 無格無煞 這什麼意思 就Moga Mosa 就是講說一個人啊 你忙到那個 很忙的時候 就沒有停車格就沒辦法煞車 這是一個新的創意的語言 那我們聽小段好了 好啊 1 2 3 4 3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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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后那是什么乐器 Kazoo 因为Kazoo的声音跟我们客家那个唢呐 有一点点像 所以拿来借就是稍微借用就对了 然后我觉得因为如果真的拿唢呐在吹的话又太重了 那个专辑里面呢 有里面有吧 就是用这个 对对对 所以专辑里面的声音其实没有唢呐 大家听到其实Kazoo 没有那么唢呐啦 对对对 小型的随身般就对了 好今天很高兴访问一个略带综艺气息的原创 双语团体 叫暗黑白领阶级 谢谢 谢谢我们的子萱 谢谢 词曲 李宗盛 暗暗的星球 夜更多 無人光臨 小營屋 夜更水下 一步步 離開的風景 年內愛秘書記 安永感哭 離開的風景 年輕悲迦 JOSH ische 年輕 require Ing.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